那各位媒體系的朋友可能收到的是7例 那因為三軍總醫院在約末一個小時前 又通報了1例 那表現上也是肝衰竭跟敗血腥休克 那住到加護病房裡面去 所以目前正確的數字在此時此刻是8例 那這個時間點也非常重要 因為未來可能會在 可能有 還會有不同的新的案例 我們數字上可能會有所調整 那這也跟建議朋友們說明 然後再來是關於1999禁線的部分 那最早是在 星期天的晚上 星期天的晚上1999禁線 不過呢 我們在1999禁線之前 提到有食物重途可疑慮之前 我們本局本府在 星期天的中午 有收到新北市衛生局提供的訊息 提到新北市有找到食物中毒的案例 那這個案例呢 曾經在台北市A13的這個地方 有用過 餐點 然後 有這樣的通報之後 我們立刻折成我們 當日值班的相關的機查人員 在下午的時候前往機查 那我們機查的過程當中 當然是留下 相關的生物的激震 包括說作業人員 首部的一個細菌的採樣 還有包括這些 使用的刀具跟砧板等等 有接觸過這些相關食材的 這些生物激震的一個採樣作為培養等等 發現病原菌的依據 那當然 因為 通報的時候 主給那個 食物中毒案例的這些食材都已經沒有留存了 所以 我們只能就環境評估之後 給他建議 他的環境可能不好 我們令期限期改善 再加上所有的生物激震 做採檢以後 就返回 那當晚 又收到那個 1999 第一個境線 提到有食物中毒的可能性之後 我們也在隔天 隨即進行相關的一個處理 再前往機查 再給予熱令的改善 那這個部分呢 是在沒有確認 是相關的 食物中毒的報告 那所以沒有確認相關食物中毒的報告是 第一個案例 在新北的案例 他可能 就診之後 就 返家 那沒有 住到醫院裡面去 那第二個案例呢 他雖然有 就診 但是 返家之後 人還是不舒服 所以 又 到 馬街 他在前往馬街的路上 到院前死亡 在 禮拜天的早上 三點 五點的時候 他到院前死亡 那 到院前死亡 到院前死亡呢 到院前心跳停止 那我們的 馬街醫療團隊 進行相關的一些急救 所以心跳有恢復 所以送到 家務病房 去住院 那 再到進家務病房的診斷呢 是一樣 一樣是 肝衰竭 代謝性酸中毒 以及 休克 敗血性休克 這個症狀 住進家務病房 那 不幸這個 個案 在下午的時候 在 又發生一次的一個 心跳呼吸停止 那 馬街醫院經過 搶救無效之後 在下午 那 病人過世 那個是在 禮拜天的下午 那這個是前兩個案例 那接下來陸續發生的案例 大概 也許沒有就足以的說明 那 統計上 大概他們 都是在19號之後 到22號之間 他們都前往了 A13的這個特定的 素食店 素食 提供素食的餐飲 那 這八個案例 大概都有吃過 國仔條 或者是河粉 他們共有吃的東西 是這些東西 所以目前 這八個案例 到各 急診去就診的時候 都是呈現 肝衰竭 急性肝衰竭猛爆 猛爆性的肝炎 急性肝衰竭 然後 敗血性休克 跟代謝性酸中毒 都是用這個方式來急診 來急診就診 那普遍來講 他們都呈現了 肝指數上萬 那 血液的 酸鹼度都是很偏酸的 那這些都是醫療相關的 那 目前的情況是 成如各位在媒體上看到的 有兩個案例 已經過世了 除了剛才跟各位說的 這個 在馬街 禮拜天的 下午 經院內 搶救無效 過世之外 還有一個案例 是發生在今天早上 也是星光醫院的案例 那星光醫院案例 他也是肝腎衰竭 多重器官衰竭 在 他放上葉克膜 但是還是在今天早上 大概十點多左右 十點多的時候死亡 那 所以 這個案例 在院方有即時的 跟這個衛生局這邊有通報 那 大概目前的案例都是這樣 那有幾個案例是 目前往好的方向發展 那就是有一個案例 是在三軍總醫院的第一個案例 那他現在住在一般的病房 那 據 院方的照顧的團隊有提到 他的肝指數上面 已經不是 當初到醫院裡來的時候是上萬 現在大概 已經有降下來 他大概已經有降下來 那 這個是有 往好的方向發展的一個案例 那 至於台北醫學大學有兩個案例 那 一個案例是放了葉克膜 另外一個案例 也是 今天 通報 那他主要是 以對相關的一個足跡之後才發現 他可能有吃過這個相關的飲食 所以 目前的情況也是住在家豪病房 也是病況危急 那 根據院方的回報 也有可能在 因為多重器官衰竭的狀況下 必須要放上葉克膜 那目前的案例的 情況大概是這樣子 那 那針對餐廳的積查的情況 那我也要做一個說明 除了剛才提到的就是 在禮拜天的下午我們隨即派積查人員前往積查之外 政府這邊就下令該店要停業 那我們再次前往要求他停業 的時候 那他其實已經今天昨天就沒有營業 那 那 當然媒體上面有披露 他的 營業的日期會到31號 因為他 因為租業的關係 不過 我想 昨天已經全部都停業了 那今天早上 10點 左右 我們在 會議 討論之後 立刻發 通知 叫 保齡相關的在台北市的所有的分店全部都停業 那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這些食材的供應 暫時先阻斷它可能會造成的傷害 那我們也同時往上溯源發現 保齡的工藝商是在新北的某一家公司 那我們也去澄清到底在台北還有沒有其他沒有停到業的保齡 那目前保齡的部分全部都已經掌握已經停業 那同時我們也請新北衛生局的配合跟協助之下 他也讓我們知道本市還有一個他的下游廠商 那在南港 所以目前我們已經請南港這邊 一樣停止供貨停業 那我們會再往下追溯 到底這個食材 是不是還有在本市 在台北市 還有食材供應的地點 我們都會全部的一併停業 停止供餐 避免我們的市民朋友 再度受到相關的傷害 這是相關的部分 那 後續的 做法 當然在 首先要提到的是也非常 因為台北市的醫療的服務 因為正好都在台北市的這些非常重要的醫療單位 包括說醫學中心啊 或者是大學附設醫院啊 所以他們提供的醫療 是完全的努力去搶救相關的病患 那跟他們通報的時間點 可能不一定有絕對的關係 只要病人進到醫療院所 不管他有沒有被通報食物中毒 他的生命徵後 都是第一線醫療人員 一定要努力去維持的 那有些醫療院所可能因為 首先要提到的是 這個是非常非常罕見的食物中毒的案例 那過去根據我們手上的資料 台北市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食物中毒造成 過去十年沒有發生過食物中毒造成死亡的案例 所以在醫療的第一線 大概很難想像這麼稀有的案例 要立刻就做食物中毒的通報 那這個 因為這是非常罕見 但是當我們披露了第一個相關的案例之後 也提到了它的相關的一個足跡跟飲食習慣之後 所以昨天下午 在各醫學中心或者是各醫院 他的診斷不明的案例 在進一步的去釐清 他的飲食的死 飲食在哪裡做飲食 有去過哪些地方 才發現相關的案例 因為沒有診斷 肝衰竭 然後這個 所謂代謝性酸中毒 還有敗血性休克 合併起來 醫療院所就立即的向衛生局來通報 這也是從通報的數量 從昨天下午開始變多的原因在這裡 那不過通報的時間點 並不表示醫療才開始動起來 醫療早在所有的病人進到醫療機構 第一時間 包括馬街提到的這個第一個案例 到院前死亡這個案例 都是被救回來 醫療都持續在進行當中 這也跟各位媒體朋友說明 那當然這整個過程當中 不是只有衛生局在全力的對抗這個 這一次的食安的事件 公共衛生的一個危機 那主要還包括跨局處的合作 我們也要感謝 目前檢調也介入調查 檢調單位還有警察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也陪同我們的警察人員 還有我們的食安官前往該事發地 進行所謂的環境的一個證物的保存 等等環境的調查 那包括警察單位 還包括社會局 他當然也提供了 儘快要來提供相關的社會資源的一個服務 譬如說跟家屬來接觸 然後來了解家屬他們的一些經濟狀況等等 我們會儘快的來辦理 那包括法治局的消保官等等 也立即針對保齡的這家公司 去了解他們的一個投保的狀況 還有他的一些錢的一些狀況 是否有足夠的機會 來進行相關的賠償 那當然也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中央也在去昨天26號的下午 有協同我們衛生局的人員 前往機場跟環境的一個採樣 那我也要跟各位說明的是 醫療機構目前針對所有的病人 所培養的一般型的病毒跟細菌 會造成食物中毒的病毒跟細菌的培養 目前都是陰性的 也就是常見的這些細菌或者是病毒 所造成的食物中毒目前都沒有發現 那顯然這個是非常罕見的食物中毒 可能是某一些細菌性的毒素 或者是其他等等都有可能 所以目前醫療機構針對這一部分 那我們的中央集團署 或者是食藥署 他們針對這個很罕見的這些 這些可能是細菌性的毒素或相關等等 都有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採完相關的證物 包括到今天凌晨 採完相關的證物 帶回去做化驗跟培養 這需要一點點時間 那當然因為他覺得罕見 所以在第一線的處理上 大家都是盡力的糾字 那當然他們的共有的症狀 以及共同吃的食物 以及去共同的店 這些我們都已經做了詳盡的調查 那也持續在關注 台北市是不是還會有新的一些狀況跑出來 我們都隨時密切在監測 24小時密切在監測 那同時我也想要透過媒體朋友們 來呼籲我們的市民朋友 如果在最近有曾經 有到這些相關的A13的這個店 去做過飲食 然後呢 有身體不適的症狀 一定要儘快的到 就近的大型的醫療院所去就醫 因為目前看起來 所有的病人 所有的目前這八個案例 通通都是在吃了 剛才提到的龜腰條 或者是這個河粉之後 12小時內就發病 然後在幾乎是很短的時間內 就惡化成肝衰竭 和惡化成這個外血性休克 所以市民朋友們 如果有身體不適 儘快到醫院來救醫 我想醫院會儘快提供最全力的一個協助 跟照顧 那這也是要提醒市民朋友 那其次就是也在提醒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特別是在急診的這些醫療人員 那提高相關的敏銳度 因為這些病人 不是典型的食物中毒的案例 它不是以消化到不舒服來表現 它是以疲倦 噁心嘔吐 它是以一種肝炎發作的一個表現來呈現 所以也請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不論是門急診 如果遇到這樣的病人的表現 要特別提高警覺 進行盡快的救治 那以上跟各位說明 那我們接下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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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